大家好 我是大家老朋友 王春阳道长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非常罕见的猫合作 一群猫攻击一只 大的土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吧 但是猫干净你不用捞席 真厉害啊 哎呀 猫都摘下来了 哎呀 这个小猫真厉害 猫老了 不一样 好一只猫 这是老了 小猫 有礼物 哎 有礼物 哎 宝贝不要笑 别打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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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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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 过来 哎呀 给你嚇到了吧 heaven 在猫可动物当中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狮子 它是群体性的猫可动物之外 其他的猫可动物都是比较喜欢读来读往 即使像猎豹 它也有这种逐渐的小规模的雄性的猎豹 有群体性的一个趋势吧 但是呢大部分还是喜欢读来读往的 即使像家猫呢 如果你有养猫的经验 即使你可以把几只猫养在一起 它们能够相处的还算愉快的话 但是呢其实你还是可以发现 它们还是比较独立的 或者我们换一个难听一点的词 就是它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私的 各管各的 不会去管对方 有时候还会互相争夺食物 碰到打架呢 有时候也不会说看到它 伙伴跟人家打架 它会上去帮忙 也不一定 但这个视频当中呢 就非常有意思了 这些猫呢 不管男女老少 都一起上去攻击这个大屠狗 而且呢 如果你单纯看这个猫的动作呢 非常非常快 你会以为这个视频 好像是不是我们加快了一个快进了 其实呢你通过这个狗的动作 以及这个视频当中的老爷爷的动作 你是可以看出 狗和老爷爷的动作呢 它是比较正常的 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正常的视频 但是猫的这个动作呢 让你看起来像是快进了 一样的快动作 这说明猫科动物的一个敏捷程度 在犬科动面前展现的 还是零零尽致的 生活中呢 我们的家猫跟狗的体型 尤其像这种徒狗 体型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一般还是猫 尤其像猫这种 它是比较独立的动物 它可能会害怕受伤 它还是碰到徒狗的话 它肯定还是选择逃跑的 但是呢 这么多猫在一起 它们选择了团队协作 选择了去攻击这只狗 确实让人没有想到 而且呢 这只狗也招架不住 前面呢 我们只看到视频当中 有三只猫 后来不知道从哪里 冒出了一大推 这只狗呢 想然就招架不住了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